我炒到Vagina很害怕 為何我妹妹又叫做妹妹 然後我小便那裏又叫妹妹 然後uncle auntie又叫我妹妹 可能他們只是玩樂 就自己拍了一個裸子 歡迎收看南南兩女家點情趣 Hello Hello 你好 Hello Cayman Hello Alison Hello各位準時 收看我們逢星期四晚上10時 首播的你 還有你是之後看我們這影片的你 記得麻煩你訂閱我們1000億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每個星期都準時見面 我們今集的這個話題 相信很多家長們都很想知道 究竟不同的朋友是怎樣看的 因為今集我們講一下 怎樣跟小朋友談這個話題 這個話題很重要 還有我覺得我應該訪問你 哈哈哈哈 因為你是三女之母 是 大女都應該六歲 六歲了 剛剛做了小學生 這段時間應該有很多問題會問你 例如媽媽我們是怎樣來的 是 或者是 為何男生和女生會不同的 真的想訪問一下你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以及你會怎樣處理 有的 有的 因為大女和二女的性格很不同 說兩個問題給大家認識一下 大女有問過我 其實我是怎樣來的 因為他們有回教會 之前在教會也有問過 上帝做我出來的 但其實怎樣從他生理角度上解釋呢 曾經跟他們用過科豆的一個小小的描述 即是爸爸身體內有些像科豆那樣的東西 然後媽媽有隻蛋 當科豆可以入到隻蛋入面的時候 小生命就形成了 都是找回一些跟實物是相似的 類近的 將來從這個比較可愛的版本之後 變成這個正式式認真的版本 其實也不會太過距離過面 這是大女的問題 二女有問過我 媽媽 我喜歡做男生多一點 我便問她 為甚麼 我們都很鼓勵性別認同 為甚麼你覺得男生有甚麼好呢 她便說 因為男生可以穿褲 即是她覺得女生不可以穿褲 女生都可以穿褲 不是啦 男生比較酷 有甚麼你覺得男生比較酷 男生可以玩超級英雄 我又來了 女生也可以做超級英雄 女生也可以做醫生 女生也可以做很多工程師 女生也可以做機師 很多女生都可以做 反而男生有多些東西 可能尷尬一點 她們未必試 她便說 不好了 那我明天要穿褲我做女生 會有這些有趣的東西 是 是 那有沒有一些問題 你會是可以扶持到 問的時候 可能你回答她們會有些困難 或是挺考功夫的 是 試過有一次是這樣的 話說我都經常在家用生理的名稱 去形容她們的身體部分 很好啊 我們跟她基本上是說 你去小便的地方 就是出自你Vagina的位置 後面才是泵泵 後面才是屁屁 試過有一次跟她去一些主題樂園玩 降落傘那種機動遊戲 她說 我拋到Vagina很害怕 我便說 蛤 甚麼意思呢 但因為她很能夠告訴我 在哪個位置有反應 告訴我原來可能是安全帶 拋到那個位置有些痛 或者有些不舒服 但我便覺得 是的 當下她很大聲叫 旁邊人看著我是有點尷尬 但我覺得遲些是非常有用的 當我可以很理解 很具體告訴你 她不同身體部分的時候 等於我有雙眼睛 為甚麼不可以說我有一個陰道 是的 我覺得非常正確 因為我經常觀察一下其他小朋友 我發覺有時 眼耳口鼻手手腳腳 爸爸媽媽堅持她說得很正 要快點認識 到時自己面試要說 要串得準 但一到生殖器官 就有很多很有趣的名稱 是的 很多花名 例如小便那裏 下面那裏 雀仔 妹妹 Mini 其實真的有個小朋友來問我 為甚麼我妹妹又叫做妹妹 然後我小便那裏又叫妹妹 然後uncle auntie又叫我妹妹 他們很困難 其實說真的 生殖器官跟我們眼耳口鼻一樣 都有個名字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方法非常好 還有真的有一些性教育的專家 去做很多研究 他們很鼓勵 一早就要給他正確的名稱 他們找到一些小朋友 他越早正確地知道生殖器官的名稱 他們是越少機會被人性侵 這個也是 譬如說如果無模糊糊 說給家長 剛才那個uncle 摸我下面 其實可能有些家長就會覺得 是不是大腿 你說得那麼模糊 但如果不是 是Vagina 是陰道 或者不是 是Penis 是陰莖 這件事真是很明確地去指出 是一個什麼位置 是的 這也是為何當初我這麼大膽具體地 嘗試去跟他們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 實在看到我們現在的世代 不同於我們以前的年代 我們以前是十歲女兒自己上學 但現在說真的 很少父母願意或者夠膽 給自己的小朋友 那麼早就有單獨面對陌生人的一個小機會 所以我覺得 其實讓他們可以自己articulate 可以很具體 很能夠描述得到 如果萬一真的發生了事的時候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對他們來說 身體界線亦都可以畫得很清楚 你可以碰我 但你不可以碰我 比堅尼位遮住的地方 是 沒錯 非常好 這個其實也很難得 因為有一個台灣的研究 說華人父母去看 其實七成的父母 都沒有跟他們的小朋友 說任何關於性的話題 包括器官 這個其實也挺嚴重 或者說那些 最多可能說一次那麼大把 但其實現在這個世代 好像你這樣說 有很多很多的情況 有很多的問題 是我們那一代可能是沒有面對過的 譬如好像Cyber Sex 是呀 譬如好像在YouTube 真的什麼都可以看的 那怎麼辦呢 因為其實有一個研究 我覺得都挺 應該alert我們做父母的一群 那是什麼呢 原來有一個在香港的研究 訪問12歲到24歲 這個群體 有67%的小朋友到年輕人 就是承認他們會有玩Dating App 12歲 哇 這麼小吧 第二樣東西 他們承認四成的受訪者 是說過對方有要求 他們自己傳個裸體照給他看 四成 嗯 而有21%的受訪者 是承認他曾經傳過這些照片 或者是接收過這些裸體照片 是 所以我覺得現在做父母 真是很不簡單 因為我們性教育 不只是器官教育 是啊 是啊 這個範疇其實是可以很大 就好像我們之前都有嘉賓 講過這個潛在的風險 究竟那條身體界線在哪裡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當你遇到一些 你不想見到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你怎樣覺得這個究竟是危險 還是不危險 原來我可以say no 那個位置在哪裡 早點告訴小朋友 讓他不用去Google大學 亂找一些錯的消息回來 是啊 不過其實我們有時都接觸一些家長 都還是對跟小朋友講性 好像很尷尬 好做好忌諱 是啊 我覺得有幾款 有些就會覺得 這些怎樣開口 或者有些就覺得 他大大考會認識的 如果他覺得他大大考會認識 就證明他覺得性教育 只不過是說 怎樣是這個繁衍下一代的 當然我覺得如果只是這麼簡單 是他大大考會認識的 不需要教的 但如果我們的題目是 去到真是 由網上的一些假資訊 怎樣去分辨 到真是cybersex 到有陌生人 聊你 拿聊 這些怎樣去處理 就不同了 他們不會大大考會認識的 是嗎 有很多人會覺得 老師會教呢 不用我們教 這個真的很糟糕 原來有老師都不知道怎樣教 還有老師都可能教一些 比較古舊的思維 到現在這個世代已經是 不適用的一些處理方法 那就不如自己親力親為 要的 始終說真的 陪伴小朋友成長的都是父母 即是老師 就算他覺得性教育很重要 可能其實他都要兼顧很多東西 而且都要看學校自己 是怎樣的樣子 所以始終是父母 可以在不同的 stage 可以陪著自己的小朋友成長 都知道有部份的學校 都挺不錯的 他們都會已經想到 其實小朋友 現在去到這個網絡的世界上 你都基本上控制不了 由大家開始上Zoom課的時候 都已經知道 一定要去面對著這個網絡的世界 都是很小 甚至乎小一已經在說網絡安全 不如就著這個話題 我們再說多一點 可能有些家長都不知道 其實小朋友對於網絡安全的風險 在哪裏 或者潛在危險位 有機會的中伏位 是甚麼呢 其實說真的 如果說性教育 兩歲到五歲就要開始 因為好像你這樣說 兩歲到五歲的時候 就要開始去說 我的boundary在哪裏 我的界線在哪裏 可能到五六歲開始就要去說 網上我們怎樣去分辨資訊 還有如果有陌生人 去漏你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去怎樣 那個肯定一定不是朋友 真心跟你做朋友 不需要叫你把衣服脫掉給他看 是嗎 這些我覺得是很可以去說 應該要從小到大 就應該要開始去說 甚至乎有些不是陌生人那麼簡單 可能自己的朋友圍圍圍的 覺得很有趣 拍張照給你看 你拍張照給我看 其實是犯法的 是呀 沒錯 你說了這個點子非常好 比如說給大家一個情況去看 這個真的發生過的 十一歲的一班朋友仔 可能他們五六個 可能他們是貪玩的 就自己拍了一個裸照 自拍裸照 然後在一個群體 在一個group那裏 然後就大家去share 包括可能是自己的性器官 可能自己在玩自己的性器官 DIY的時候就傳出去 這個是真實個案 其實本身這個action已經有犯法的危機 因為這個叫做兒童色情的製品 如果有一個人不生性 還將他發佈轉載 這個就一定是犯法 所以家長在這件事未發生之前 都可以做一些prevention 防止的工作 原來這樣的動作 可能你們整個group裏 那些小朋友都覺得OK 沒有問題 都是不行的 因為法律上已經有犯法的風險 始終人是有一種禁果的好奇心 越不說的話 他越會上志 與其是這樣的話 不如早點開心見成 具體一點大家開心去講 健康談性 就可以避免很多他們找到錯的資訊 吸收到不對不正確的資料 導致後果更加嚴重就不好了 可以避免的盡量開心見成說一句 有些甚麼你想我們談的話 都可以告訴我們 可以WhatsApp給我們 也可以Email給我們 都可以 下個禮拜見 Bye Bye 如果想緊貼最新最齊的生活消息資訊 立刻下載 E-T-Net財經生活App 或者上 E-T-Net.com.hk 看吧 1 字幕提供